这个男人被冻穿了脑袋 脑子里面长满了霉 居然还活了13年 他被堪称为罕见的生命奇迹 1823年出生的盖奇 平平淡淡的度过了24年 就在快要迎来25岁生日的时候 发生了一次 改变他一生的意外 当时他在美国冯蒙特州铁路建筑工地上 负责爆破岩石 爆破的流程就是在岩石上面 钻一个圆形的洞 然后把炸药塞进去 这个过程中会使用到 一个较长的钢棍 注意这个钢棍它是重点 本来这也就是一次平平无奇的爆破 但是他把甘油炸药填进洞里的时候 钢棍跟岩石产生了摩擦 不小心引起了一点小火花 甘油炸药突然间被火星点燃 哼了一声 他只感觉到天旋地转 脸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进去了 爆炸让他手里的钢棍 加速得像子弹一样的快 从他的左脸下刺入 直接洞穿他的天灵盖 掀开了一小片头盖骨 钢棍在空中飞行三十多米后 落在了他身后二十几米远的地方 上面甚至还残留了一些白花花的脑浆 这根钢棍长约1.1米 重5.04千克 一端的直径为3.18厘米 另一端的直径为0.64厘米 也就是说 他至少有成年男子的两个手指那么粗 正常人应该早就死透了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家伙先是倒在地上 惊乱抽搐了一会儿 随后居然自己坐了起来 只感觉有点头晕和混乱 风似乎能够从头顶灌进去 让他感觉有点凉馊馊的 然后他居然试图站起来 准备回家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那就更加的神奇 你敢相信吗 这个男人吐出了自己的大脑 居然还活了下来 这不是故事 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25岁的盖琪 在爆炸事故中被一根钢棍 从左脸颊向上洞穿了颅骨 然而神奇的是 他当时并没有失去知觉 还能够说话 并试图地站起来 随后他被同事放在了一辆牛车上 送到了镇上的一间旅馆里 他的同事都觉得这是一个奇迹 哪有人失去了一部分大脑 还没有失去意识的 这得是多强的生命力才能办到了 半个小时后 一个叫爱德华威廉斯的医生 才赶来查看盖琪的伤势 眼前的颈项让他头皮发麻 整个头部就像是一个漏斗一样 里面的脑子好像还在颤动 看起来非常诡异 对威廉斯医生来说 盖琪能够活着 简直就是生命的奇迹 但是他对此可以说毫无办法 他只是一名小镇的医生 当天晚上盖琪的情况开始弱化 他开始呕吐 医生发现他吐出来的 居然是自己的大脑 足足地装满了小半个茶杯 当时可能是钢棍穿透了盖琪的上额 有一些脑组织流到了嘴里面 所以他才会吐出了自己的脑浆 随后小镇医院 紧急给他联系了一名 更厉害的外科医生 约翰·马丁·哈罗 谁知道 哈罗医生过了两天才抵达 盖琪居然等到了他 他清理了盖琪头上凝固的血痂 和一些已经发现的脑组织 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个冷知识 看过沉默的高阳系列电影的人 应该知道 快一把活生生地掏出了受害者的脑浆吃掉 受害者却没有太多的感觉 这是因为大脑的痛觉神经很少 本身就很难感到疼痛 所以哈罗医生用镊子 在他头上的那个洞 进进出出 清理发炎的脑组织时 这个过程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痛 清理完整后 利用一些碎裂的头骨 覆盖了伤口 然后贴上了医用胶布 再缠上几圈绷带 整个过程中盖琪思维清晰 甚至还能说话 本以为就此康复的他 居然又碰上了百年不遇的医学难题 盖琪在25岁时 因为爆火被一根钢棍 完整地从他的脑袋里面穿了过去 让他失去了一部分大脑前额叶 哈罗医生给盖琪包扎后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盖琪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 他又能撑多久呢 自己这种潦草的处理方式 真的能救下他吗 要知道钢棍上面可全是细菌啊 第二天盖琪的叔叔和母亲赶过来看他时 他已经不认识自己的亲人了 接下来这几天 他的情况似乎不太好 他扁得神志不清 大半时间处于昏迷状态 家人都准备好了办后事 但是一周以后 他竟然顽强地存活了下来 并且恢复了意识 在事故后的12天 他又认出了自己的朋友和亲人 这是不是回光返照呢 他的脑部的情况其实不太好 哈罗医生检查后发现 细菌和霉菌在脑子里面生长 他显然已经被感染了 头顶和脸颊的伤口有农业流了出来 看起来很恶心 哈罗医生竭尽所能地挽救钙琪 那个时候还没有青霉素 他清理完伤口后 只能用硝酸银进行消毒 然而钙琪的生命力相当顽强 在12周艰苦的治疗后 他竟然完全好转了 头上和脸上的洞也被皮肤覆盖了 这简直是个无法解释的奇迹 出院后他的体力慢慢地恢复 又开始了工作 不过工地已经不敢再要他了 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务农 周围的人发现 他平时看起来还比较正常 思维清晰 而且没有疼痛的感觉 但是他的性格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以前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 有效率的领班 思维敏捷灵活 对人和气 并明有理 但这次事故以后 他变得粗俗无理 对事情缺乏耐心 既顽固运气 又反复无常 优柔寡断 失去了一部分大脑 并没有让他失去生命 却让他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几年后 他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 1860年2月 他癫痫发作 同年的5月21日 去世了 在失去部分大脑以后 依然存活了13年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去世几年后 这一位专家的劝说和坚持下 经过他的姐姐同意 人们打开了他的墓穴 取出了他的头骨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头骨 确实是不完整的 头顶破了一个洞 如今他的头骨 保存在哈佛大学的医学博物馆 有机会的人 可以去看看这位传奇人士 或许你对生命 有一个新的认识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更精彩